一起锁下来的时候对吧 就瞄准了对面一定会 围绕着这个青岡影的 这一条路去做事 是 也防守了 只能说也防守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单点突破突破的 有点能力太强了 是的 这两个大招实在是 这波抓紧森女人没闪 是吧 这一波直接是一套组合拳 军训回家 也没机会吧 我觉得这一局 如果真的好一点的话 也为涛恶前期 更强势的是 什么芒僧啊 或者是再赌一赌 往什么瑞文打野 觉得反而能好一点 果然这把结束之后 风暴可能得调整一下 自己的心态 是 他抓我四次 经济就跟我差700 你凭什么说我输了 而且主要队友也来不了 对吧 是 这个先锋团其实 就是从第二波资源 拿下来之后 Gteam就已经开始 全面领先了 是的 其实实话实说 到这边 精彩的团战 是的 我自己直接锁定胜局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 三闪直接撞 打限杀 soil 直接 兄弟 first blood 实话实说 九筒这个英雄 真的是一个很容易打出那种 让人意想不到操作的英雄 灵活的胖子 会玩的 会玩的 你看这个爆发就痛 又炸撒 是吧 OC和Shenery直接 而且直接是把 天干领给炸到墙上来了 对 玉米和Shenery直接完成收割 这个位置很关键 个人精彩紧急 这一波感觉能点四个 这把九筒发挥 确实我觉得满分 而且跟AD 所有 你看 他不爱锁链一落地 他比莫安娜好的点 你那个 暗黑禁锢 还有一个飞行时间 不爱锁链就快很多 是吧 精神基本上交不出来闪现 甩到身上就直接中了 是 实际卡的比较好 感觉OC在上一局的势力之后 这一局无论BP也好 还是对线也好 都更凶了一些 就是看到最后 就这一波 这波是最重要的时候 大招直接飞过来 太帅了 这武器前进线上 过得没那么舒服 就是在于这一波击杀 而且主要这个时候 是J Team想要先去找节奏的 先去找节奏 然后找到了一波反制的机会 现在这个版本 讲到比赛当中 对于上段来说 有点不公平 就不仅要看自己的实力 还得看对面 还得看队友的配合 上路经常原本是一个人 一打一 现在变成了三打三 甚至有的时候 还是要二打三 就挺难的 这一波后续 就是大招直接来找Barrick 然后Barrick你看 玉米直接闪现过墙 来穿Barrick 然后战主皇嫂再嫂 这个大招一交 是玉米虽然说跟Barrick 换掉了 但后续的团战 至少队友都很能打 其实这一波感觉 一开始看到大家都在 一波龙团 确实我觉得卡莎这个 你要去找对面的后排 这个是我实在没想到的 但你要说最后一波 128怎么赢得团战 我告诉你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128领先了 对面一个TP 是的 就是对面是从上路线赶回来的 但128知道这波TP好了 找到时间第一时间TP完下路跟 这个原谷巨龙也就是这么拿下来的 感觉这个时候 应该其实我记得他好像做的是个精神 就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卡密尔来说的话 你其实有精神还是有TP都无所谓 你一定会比这个杰先到战场 是的 这最后一波团战 这一脚太关键了 精准礼仪 这一脚就属于是一脚踢碎了 OC最后的一根道 最后一波团的经济 咱看一下本场的一个highlight 高光时刻 就是从这一波开始 对吧 盲森这时候赶到 首先形成了个反打 然后这个时候抓住了对面 状态没有特别好的情况下 这三个人第一时间过来 给了一个后置位 其实是想杀 Zinnerate的 因为奥拉夫包括他自己 奥拉夫包括八条 包括九筒 其实第一时间 他这个伤害 不是九筒 是杰是吗 是清白瘾 伤害应该都是够的 因为有人头支撑嘛 这给到了奥拉夫的 给到盲森的这个 精彩 highlight 过来拍